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屏东方寮的新龙村 海边仍然是波涛汹涌 屏东仿流新龙村沿海地区因为地势低 担心接下来还会降豪雨 附近抽水机已经在旁待命随时准备启动 而卡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雨势还没下大 但大风已经开始刮起来了 前几天没有什么风 今天的风超大 我们可能下风会有那个速度 然后都被风吹走 对 会让我们骑车 从台中骑单车环岛的女大毕业生 很有感 幸运躲过渡苏瑞台风洗礼 但没能躲过卡路带来的强风 只能逆风继续往前进 4号早上9点多 平等访聊出现了5到6级阵风 瞬间阵风也有8级 恒春则是吹起了6到7级阵风 瞬间阵风也达到了9级 不只平等高雄山区也发布豪雨特报 高雄六龟的高中村路段 因为大雨土石松洞 出现大小落石不断 民众开舌经过就像障碍赛 而公路局人员也加派人力来清除陆石 并摆放三角椎警示 而山区降下豪雨台二十线的明巴克路桥 也因为玉碎溪流土石冲刷 导致桥梁的第五节的H钢梁速损 方向禁止车辆通行 而桃园区只有三个里对外连络道路中断 而山区严防豪雨土石流 针对六龟桃源纳马下的居民也进行预防性处理 高雄市则一早出现强风 不管是在路上走还是骑车的民众都感觉到强劲风阻 女生头发更是防肥自我 不止沿海地区刮墙风 气象观测站早上七点在市区也撤出了六到七级的强阵风 虽然卡拉努台风逐渐走远 但台风尾的威力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